哈喽双鱼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然后呢 一样我们会有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首先呢 是我们的开场讯息第一则 我个人会感觉 最近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特别适合跟一些 蛮高频的水晶做一个结合 比如说散灵钻 或者是平缩 就是比较高频一点点 你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感觉 我听到一个很像是 很高频的频率 很像那种耳鸣那种嗶的那种声音 所以我感觉这个高频能量的水晶 特别适合你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吗 好 那第二个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 我感觉在这两到三周 某部分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会特别喜欢吃这种 应该是海苔 但是很像海带 反正海苔跟海带都是差不多同类食物 就是这个海苔跟海带 或海藻的这种萃取物的东西 非常有可能是在这两到三周 你会特别去摄取的 甚至有一些什么超级食物 超级植物 那种什么绿色的粉 或绿色的什么钉 海藻钉之类的话 这个也有可能在这两到三周 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好吧 OK 好 那第三个 要给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呢 这两到三周 如果你刚好有去游泳池 游泳的话呢 我会建议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要做一下暖身运动 因为我发现你们有一些人 我是看到一个海边 但是有一个人在扶着他的脚 我不知道是抽筋呢 还是拐道呢 这个部分要请你自己多加小心 好吧 那另外一个 再有一个补充讯息 要提醒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最近呢 如果你经常有在玩这个园艺 就本来你喜欢种种花啦 种种草等等之类的 也要特别小心 可能在这个植栽的这个过程当中 或在做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 也要小心你的手的部分 有可能也会不小心受伤 OK 好 甚至有可能会被这个植物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刮到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器具 OK 好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没什么大碍 OK 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的 双中能量映射排卡解读啦 首先呢 这两道声中 你的挑战排卡是这个前币5 这三种能量排卡分别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圣杯骑士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信息 希望透过传讯者我 来告诉双鱼座的朋友们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 上面呈现跟细节OK 那请消货哦 这边呢 有一个插播讯息 双鱼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你有想要去听 牡羊座的讯息 你可以去听 这个不是给每个人的讯息 如果你有直觉 觉得我要看一下牡羊座 或你的对手是牡羊座 或者是牡羊座的标题 特别吸引你的话 那你就去看 如果你觉得没有 你就不需要去看 好吧 OK 好 行 我觉得双鱼座的朋友们 蛮不错的 这两到三周呢 比较有点像是 在做一个统整 然后呢 我觉得你会有所突破 当然这个突破的点呢 我个人会觉得 比较在后面这边 就是在更未来之后 就是这两三周之后 不过我觉得 你的心理准备 心理素质准备 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在过去中方当中 你抽到是前臂七 抽到是圣杯六 抽到的就是女祭司 OK 这三张牌卡呢 在你过去能量场当中 我会认为 曾经过去 可能有一个 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 我觉得你在回味 或者是你在回忆 或者是你在 反复的去咀嚼或思考 就是说 在过去 这样子如此美好的 这些东西啊 感觉 我觉得某部分 大概30% 40%的人 这个东西 应该是已经结束了 比如说一个创业结束了 一段关系结束了 或者是比如说 上一个工作 你离职了 OK 然后呢 现在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有点像是反思 这个你觉得还不错的 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我不会觉得说 用可惜来形容它 但是起码你想到 这个跟你交手 相关状况人数的时候呢 是快乐多于 比如说伤心好了 或者是满足 多过于失望好了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好的 OK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 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应该已经是离开了 或失去了 或结束了这个东西 所以相对的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东西的离开 比较有点像是 你希望更好 所以离开 或者是这样做 对我们两个彼此都好 所以可能就分开了 或者是说 这样子做 对我未来的生涯规划更好 所以那我就只好离开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不好 或者是烂 不是 是还不错 但是为了更好 我们要往前走 OK 所以来到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保健6 Henry粉 还有这个月亮牌卡 这三张牌卡 就是在象征 你在走向一个 更好的地方 即使你不知道 前方的道路 跟未来到底 会是怎么样 这三张牌卡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才会说 你的牌卡很浅显易懂 而且很明明白白 不过 你的挑战牌卡 是钱币5 为什么呢 你别问了 你一开始戳到 是钱币10 钱币10象征 就是你跟我 一人拿5颗钱币 上面5颗 下面5颗 所以我们并在一起 你看 我们就变成 很好的合伙人 或是一段 很棒的关系 OK 那为什么这个挑战 是钱币5呢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离开 到这样子的状态 对吧 所以你就回归 你原本的样子 就是钱币5 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的挑战的意思就是说 好 我现在可能恢复单身 可能去找了新的工作 在新公司上班了 或者是我现在 可能拆伙了 我变成自己一个人 或者是比如说 我离开这个团队了 OK 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你的挑战牌卡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如何 让我自己能够 再找到下一个 可以跟我合并的钱币10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挑战 就是说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之所以为什么要变得更好 就是说 这个东西已经可能 不符合你的期望 或者是没有办法满足你了 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你势必你自己 也要变得更强 对吧 所以这个挑战 也是在想说 你现在是在这个 冰天雪地的过程当中 意思就是说 还没有开花 还没有来到这种 春暖花开的时刻 所以这边 我觉得是有很多 需要提升 或者是进阶 或者是自己 做一个修改的地方 OK 这个是你第二个 所面临的挑战 OK 那第三个 所面临的挑战是 我会觉得 这个钱币5 会有一种 让我就是 这个比较少重一点 有一些人 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你在这边 好好的 你要来这里 OK 所以你可能要去挑战 别人所谓的一些 世俗的看法 别人给你的评语 或者是别人在旁边 就闲话家常 这个也是你要去 经历挑战 因为你要挨过这一段 你自己做出 这个选择的这个决定 OK 所以来到未来 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 钱币6 还有命运之轮 还有这个 战车牌卡 OK 来 我先给你看 这个钱币6 加这个命运之轮 这个钱币6 算是钱币6 这个命运之轮 算是命运之轮 你注意看到 这边还是有个钱币的 所以这个钱币6 加上这两个钱币 其实象征的是钱币8 OK 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你在消化这些东西 突破这些挑战之后 你就会全心全意去投入 你想要朝向一个 更好的地方的 那个什么人事物 OK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 你勇敢做出选择了 所以在这边 经历这一番之后 来到这里 你的这个命运之轮 开始为你而转动 因为这是你做的选择 一个心愿说我想变得更好 我想遇到更好的人 所以这个东西 不得不被你推动 因为宇宙是听令 于我们的命令的 那这个战车牌卡 就是说你已经上升 你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去突破 这些所有重重的关卡 我决定我要准备 向前冲了 还有一件事情呢 即使前面是未知的 你现在已经不怕了 你看你的月亮 都挂在你的头上 但是你选择的 就是拿着火把 骑上车匹马 我就是要向前走 OK 所以这种很坚定的意志 很相信自己 很肯定的那种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送你做的 你要保持下去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圣杯歧视 OK 这个圣杯歧视呢 我觉得是 当你这样子走走走走 走到后面这里的时候呢 然后你很勇敢向前冲 向前冲之后 我觉得在这里 应该会有人来跟你示好 比如说呢 别人会看到你的条件 比如说他就会觉得说 我想要挖脚 你来我们公司上班 或者是呢 比如说别人看到你这样子 非常有自信 非常肯定自己 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你这种光芒啊 会自然而然吸引 比如说新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未来会有人来 想要来靠近你 然后你开始会有一个选择 为什么呢 这个圣杯六 加上这个圣杯歧视 象征的是圣杯歧视 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离开这个过去 我就会有一个新的选择 OK 而不是困在原地 不知道怎么选择 因为困在原地 不知道怎么选择 是两张合在一起 变成是单一张的圣杯歧视 但你为了不卡在这个现状 你是选择把它拆开的 所以选择拆开之后 相对的 未来你就有更好的选择了 是吧 松鱼座的朋友们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宇宙验证牌卡 好不好 那宇宙验证牌卡呢 会来验证 我刚刚所读的能量场 还有要告诉你的一些讯息 好吗 然后呢 我们一样会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癥结点 是要来告诉我们 这个松鱼座的朋友们 好吗 OK 好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行 你看 这是为什么 钱币酒在这里 来 OK 首先呢 这张牌卡是权杖酒 OK 这个权杖酒呢 在你这个过去能量场当中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它这个 有一点像是一个 我们就讲它 不管是山还是帐篷好了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 这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前方这边有一个围墙围住 可是这边有一个门 你是可以从这个门走出来的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这个跟你交水 相关纵会人数 世界梦想或目标 在过去能量场当中呢 其实你已经看到 另外一个门打开了 就是说 我觉得我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我可能有更好的 这个被对待的方式 或者是我可能要去一个 更好的公司 才能够发挥我的常财 所以即使你在这个状况当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钱币石 你也在这边做得很好 但是你早就已经看到 这个机会的大门打开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你终究会选择 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 然后呢 默默的可能会去承受一些 你必须相对要去承受的一些东西 OK 因为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钱币酒 你从钱币石往回走 钱币酒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需要这样子 成装成对 或者是一定要留在这边 我们才会开开心心 而是说呢 我离开了这一个状态 我变成钱币酒 我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OK 我变成独立的人 或单身的人都可以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恶魔牌卡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想要活在过去 我不想要被这个恶魔 过去的东西所牵绊 所以我才会说 我觉得大概 蛮大部分 送一座的朋友 就是会往前走的 OK 那这个钱币五的挑战牌卡 验证的牌卡 就是权杖国王 这个权杖国王呢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浅显意见 意思就是说呢 我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这一切 我都依然要保持 就这个权杖 有点像是支撑我自己 我一定要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权杖国王的权杖 其实也是象征的是权杖一 而且他既然是权杖国王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这个新的开始 往哪边走 那是由我来做一个决定 这个就是你的气势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才会说 我也喜欢你 这两到三周的 这个能量场很棒 然后呢 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这个是魔术师 你看这个魔术师 穿得很花 很那个 仪花 然后呢 好像很悠哉的 溃在那个 这个边边上 这个魔术师 说实在的 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魔术师 是象征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过去曾经想要 更好的东西 在未来已经出现了 或者是即将要出现 这是第一个征兆 OK 第二个 魔术师象征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什么都有 为什么呢 魔术师呢 通常你们去看 传统魔术师桌上 什么 什么 那个什么 圣杯 然后钱币 宝剑 权杖都会有 然后你在未来这边 又抽到一个 命运之轮 所以这个是 互相验证的 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已经拥有 所有的一切了 这个命运的大门 为你打开 这就是为什么 这边会有一个门缝 这个命运之轮 才会开始转 这是第二个征兆 OK 第三个征兆 就是说呢 在这个 你慢慢前往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你的头上面 是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无限的记号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开始发现 或者是发挥 我这样讲 发现或发挥 你前所未有 在这边 就是比这个 更好的一些 潜力 或者是能力 或者是创意 或者是想法 都会在这边 开始转动 好 双一座的朋友们 OK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你越来越好 你这个齿轮 越转越快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机会 有点像是近在咫尺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远 可能很快 就会有人来找你合作 或找一个工作机会给你 甚至有可能 就会约你出去约会 吃饭等等之类的 好 那这份我们来看一下 电视跟宇宙 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 你看吧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这个额外补充讯息 不用补充给你 这个就是自己 对自己的这个肯定跟自信 对吧 我刚刚就有跟你讲 这就是你给我的那一股力量 所以我非常感谢宇宙来验证我 我所说的这个内容 每次我在传递一些讯息的时候 他们都会要求我用一些 非常specific的一些词汇 这个就是为了要形容给你听 这个就是在说你 OK 所以他们要我跟你讲 你看 这个是你非常强烈的 相信你自己 OK 我就是这样值得 我就觉得我要更好 你看这上面写的 完全是我刚刚讲的用词 OK 我相信我值得更好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 更加能够 比如说尊重的被对待 或者是拿到更好的薪水 或遇到更好的人 所以呢 我觉得 这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认知 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境界 你今天才会做出一个 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 我很听你开心 双鱼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 是有非常大幅度的改变 跟这种转变的 这是蛮好的 把握着两到三周的机会 好吧 双鱼座的朋友们 OK 好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要给双鱼座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区 排发解读 希望这些资讯呢 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帮助 也非常感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